那刘向杰谁授权呢 大姑有人又是谁呢 关键来了 里面有两个人的声音 两个人的声音 就是一个被威胁 一个是威胁的人 一个刘向杰 一个杜秉承 对嘛 就这夫妻俩 那请问还有第三个 哪来的有人 哪人 你们两个讲话 我把你透露 我授权给你 或是你们两个讲话 我把你录完以后 我来授权给你 这个逻辑不通嘛 授权人不是当事人 他如何授权 授权人不是当事人 那授权人 这个录音档是谁给他的 谁让这个人可以授权 有人呢 他说 这是大姑的友人 仅授权给我 为了要保护当事人 保护谁 保护姐姐还是保护姐夫 我只问是保护谁 你要保护谁 这个录音档 全部不要经过剪接 全部公布出来 请问受伤的会是你姐夫还是姐姐 这两个人在徐晓芯你们夫家 不是头痛人物吗 你何必保护他们呢 而且这个档案 如果这么重要 怎么会在检调调查的时候 你拿出来召开记者会呢 你拿出来曝光呢 所以我才说 徐晓芯这一切 他就是密欢的切割术了 第一个 先妖魔化杜炳城跟林玉伦 都是两个坏蛋 坏头了 如果不是他们 我丈夫的姐姐不会这么坏 后面再讲说 我丈夫的姐姐是被逼迫的 他的那个杜男可恶 恐吓他 要挟他 要对全家不利 第三个呢 因为恐吓所以他妥协 所以才变成诈骗的共犯 可是我们完全不知情 我们事后才知道了 那先生呢 只是帮母亲去偿还贷款 他也完全不知道 有被威胁 被恐吓这个事情 然后呢 杜男对刘向杰的恐吓威胁 我只是得到了授权 所以我不能公布权案 那请问谁授权 讲不清楚 最后呢 这个录音档被周刊踢爆 是经过剪接的 糗了 什么时候要剪接 带风向 什么时候要剪接 你要带动整个调查的风向 你才要剪接 说不清楚啦 然后说没有 这不是我的 也不是刘向杰 也不是林玉伦 是一个他的朋友授权给我 只有授权给我来播 那请问 既然授权给你的 都不是录音档里面的当事 他是谁 讲出来 最后一点 当所有说法都被推翻的时候 就讲 没关系 如果都是我的错 都是夫家的错 我只要跟丈夫离婚 那么一切都与我无关 这一点打破了 金氏媳妇的三观 真是无情道激 这个徐晓军今天就说 他从不认识林玉伦 也不认识他的妻子 那林妻不该将先生 被羁押的痛苦 以错误跟不实的资讯 加诸在他人身上 这番说法可能林妻 又久了 情何以堪 再来刘伟理 他今天也说 自己如果涉入 会立即辞职 报导是为姐姐付律师费 根本只需乌有 他对今天周刊的爆料说 不是事实 但是周刊爆料内容包括 杜炳成像这个 跟刘向杰交保的时候说 刘的密友罗律才说 好在你们遇到菜鸟检察官 你们很幸运没有被击押 然后毕小姐说 刘家一度拖欠律师费 罗律师气到上刘家掏钱 是刘院里出面付钱 并告诉罗 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了 就代表他们之前 早就知道这回事了 来 原知 那你怎么看 今天周刊爆料的内容 这个徐晓星 有没有在授权你 讲出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可以帮他说 因为周刊他有一个推论 我认为是过度推论 他说在刘妈妈和 林欺的简讯的对话当中 刘妈妈有提到一句话 就是说这个事情 事后要让他们有学一个教训 万事不可投机学校 周刊就推论说 你看 代表刘妈妈 他事先又知情啊 然后所以徐晓星可能也知情 刘燕里可能也知情 这是他的推论 但问题是这个对话是发生在 就是刘相杰 他们夫妇跟林渝伦被收押之后 这个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啊 新闻也报了啊 我觉得这样是过度推论 直接用这个方式推论说 徐晓星或者是他们家人 全部知情是过度推论 因为徐晓星其实他有解释 他说他们 他知道杜先生很不OK 可是不知道他们涉入诈骗 他只有讲到说他大姑 他们一家人是 他们全家的头痛分子 可是他不知道居然有诈骗这件事情 这是两回事 所以头痛分子不代表 就是知道他们 他可能说常常在那边乱搞 可是不见得是有到那么严重 是诈骑还被收押 对 所以我觉得我是看到很多对话 但是有些对话也仅止于 就是说是他姐姐跟他姐姐的交友的问题 徐晓星不见得知道 真的吗 而且徐晓星说这个他也是 之前最初的说法 他说看新闻才知道 对啊 他就看了他才知道 我今天看周刊披露出来这些对话 也不能够证明说 他事先就知道 也不能证明 这样子不能证明 不能证明 然后再来就是像刘向杰或林渝伦 他们的关系跟刘彦李 他们是好像高中还大学的时候 打辩论认识 那时候许晓星 对 许晓星跟他们也不熟 那时候是完全不认识 那后来当然周刊也有提到 就是说什么 什么林渝伦有提供一些资料 让徐晓星去搭选战什么 但是因为那个是通过刘彦李过来的 那徐晓星是不是 对他附加事情那么清楚 我打一个问号 因为有时候对于夫家 或者是另一半的家庭 真的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都会了弱执掌 也不见得 所以原先说法就是 就是徐晓星也不是那么清楚 就是可能 他如果真的那么清楚 我觉得他在 对这整个故事的发言 就不会出现 有时候很片段 没办法把他讲得很完整 前言不对后语这样 有的时候是 讲了之后别人就问更细 然后他再去了解 了解之后 然后人家就问更细 他再去了解 如果他从头到尾就很知情 就不会讲成这样 OK 来 吴珍你了解 原则的说法这样合理吗 这些对话什么 代表这个刘妈妈也都不知情 然后徐晓星也都不清楚 事后才知道吗 我这样讲 今天徐晓星再次重申 如果刘彦李有设案的话 就要跟他离婚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徐晓星基本上面对这事情态度 他的重中之重还是在切割 怎么样把一层一层 把关系一路切开 让他自己不会跟这个诈骗案 就是立委职务嘛 对 让他不要在政治上 受到一些批评嘛 这就是切割射防火墙 那这个事情 大家回去看 持平来讲 一个家庭里面有成员 他出了事情 那不论你是说 这个帮他找律师啦 然后说律师费有些支援 其实大家一般 我想台湾人是富有人情味 也不会觉得这很过分 合理啊 就算他做了错事 妈妈救女儿嘛 总是要有律师嘛 对妈妈救女儿 然后儿子帮忙 对 这合理啊 那问题是为什么今天会烧成这样 是因为刘燕里跟徐晓星的态度 从一开始是 就是想要完全的闪躲 完全逃避 或者说完全回避任何的责任 他不想要跟这事情 有任何的关联 所以一开始包含说 这个大姑 其实根本就没有往来了 然后大家就发现 不对你们才一起吃年夜饭 怎么没有往来 那一直到后面 包含这个婆婆的 婆婆的这个晶元啦等等 那大家发现说 这不是像你们一开始讲的 你们完全不知情 你们不知道了 所以接下来大家就问一个问题是说 那你们到底知道多少 涉入多深 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呢 所以现在重点是 这里面的连结 徐晓星 刘燕玲 一直画不出来一个断点 因为他们说出的讲法 一直被打脸 所以我们一层一层来看 从这个 这个徐晓星的婆婆也就是刘向杰的妈妈了 这个现在包含周刊爆料这个 这个徐晓星的婆婆 刘妈她有讲到说万事不可以投机取巧 所以看起来她好像知道 这个刘向杰跟杜炳成他们在从事的是一些不好的勾当 可能是骗人的投机取巧的行为 那这个部分我也往后会带来一个问题是说 如果徐晓星的婆婆是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是知道的 那她在金元刘向杰他们的时候 她就像屏东这个富邦一屋三代 带了三次 这些金钱在刘向刘向杰的时候 她是不是已经知情了呢 还是在这之后才知道 她在什么时候知道的 现在这也是一个没有得到确认的答案 那刚刚袁芝说 这个因为这是被收押以后 所以有这个对话 所以当时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所以也没有证据 一定是她这个婆婆事前就知情 对没有证据 一定是婆婆事前就知情 但反过来讲也没有证据 婆婆事前不知情 所以袁芝刚讲说 是今年收押以后 可能婆婆看了收押就会才知道 但是会这样吗 因为刘向杰的案子 他们去年就已经在走了 那现在很显然 透过这个截图 我们看得出来嘛 徐晓星的婆婆 事实上一直在协助刘向杰 包含找律师 包含处理律师费 她说你看 甚至为了律师费 已经借很多钱 那难道这个律师费 是今年才开始找律师 去年的律师 就不干婆婆的事 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这个 以长理来推断不太像 所以如果是去年的案子 去年这两案 另外设诈的两案 在这过程中 徐晓星的婆婆 就已经有去协助 所谓律师费 所谓在从旁协助的话 那事实上 她就会去年就已经知道 对不对 而且她很在意 这个林漆 他们那边请了律师 对 她非常的在意 她说是怎么回事 谁帮她请了另一位律师 对 那这也是 刘妈妈有在盘算些什么吗 发现可能是被发现 或者被打破了 所以她一直在问林漆说 怎么会这样子 我们很难得知 这里面他们的互动到怎样 但是目前今天周刊出来说 显然是林于伦的家人 可能她的太太出来 有一些反击 那他们反击一个重点就是 因为这个林于伦的太太 可能听到刘妈妈跟她说 要帮刘相杰拼无罪 帮林于伦拼缓刑 那听到当然就生气了 就凭什么 你的家人要无罪 我的家人是有罪 女儿拼无罪 结果她要缓刑 对 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这个截图 就可以提供个解释 就是说是不是 现在刘相杰家人 他们很希望把这个 所谓负责的律师 都掌握在他们手上 可以去引导整个案情的走向 对 所以这部分其实我想 水有点深了 还要继续挖 那再接下来讲 就是所以包含 那我们一层一层来 最核心的婆婆讲完 那接下来是刘彦李 刘彦李今天也再次强调说 如果有涉入案情 就会辞职 但是其实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 在事情一开始爆发的时候 刘彦李一开始出来 告诉社会大众的是 刘相杰的事情 他完全不知情 是刘相杰被收押了 他才知道 有洗钱诈骗这件事 就跟袁志刚的说法一样 但是今天周刊 告诉我们故事是 去年年底 刘彦李就帮刘相杰 来付这个律师费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事实上就抵触了 刘彦李 这个前几个礼拜 告诉我们的 是他不知情 因为按照周刊说法 你去年就知情 现在是不是有两笔钱 一笔不是说一百万 是那个利息钱 现在又多了一笔 律师费 到底还有多少金流 其实刚刚也讲录音党的事情 那大家也质疑 因为徐晓星在大众事件上的 这个发言是一再的变 最早说根本没有往来 后来被发言有往来 那后来又说 这个大众是一个家里的问题人物 所以你看他在做这一过程的时候 他显然也是在帮刘相杰跟杜炳成之间 去制造一个断裂 制造一个 所以徐晓星在这个案件当中 在扮演什么角色 对 那现在大家也问一个问题 既然录音党是一分半 为什么你只公布30秒呢 是因为 当然人家什么 这个刘相杰的外面 有认识其他男生 然后这个杜炳成的生气 这都人家家务事 他们的私事 但问题是说 你是不是想要 社会大众把目光转开 只关注到杜炳成 而不是刘相杰身上 这样又跟你拉开距离 对 所以我想 案情本身的进展是一回事 因为现在检调还在侦办中 所以还会有消息出去出来 但问题是说 徐晓星跟刘炳离 在目前 大家已经看到过程 他们说法已经一变再变 翻了好几次 从最早没有往来 到后来知情 后来问题人物 他发现没有 其实是他们两个自己 各自有婚外情什么的 那你现在说 这个律师费 其实我都没有出 我不知情 甚至说跟林玉伦 这样都不认识 这样的说法 会不会再次推翻 就是大家密切关注 因为这个我们看到 徐晓星在去年的时候 他是有去召开这样一个记者会 去来指控赖会员的论文抄袭 那其实当时赖会员 其实在出来回应的时候 就有提到说 这个林玉伦 就是在他对手团队 一直提供资料 一直来打他 所以今天这也是 这个大家周刊爆料出来 指一个点 就是因为徐晓星说 他跟林玉伦不认识 但是显然去年的时候 林玉伦是在帮着国民党的候选人 打赖会员的 那徐晓星也跟着 一起拿了这些资料 然后来召开记者会 所以按照国民党连连开的逻辑 你真的这样是没有认识 没有往来吗 那怎么会这么刚好 你们在去年选举的时候 一起都来去攻击赖会员 所以我想这个 就是说徐晓星到现在 每一次解释 都会有冒出更新 更多的疑点 米凤姐怎么观察 现在徐晓星是不是谎话连篇 因为前言不对后语 还有再来刘家现在打什么策略 因为周刊说刘母跟林妻私讯 不小心说溜嘴 要帮女儿拼无罪 帮林拼缓刑 跟当初讲要替两人 拼无罪的说法不同 所以林佳人另外请律师 同时爆料周刊大反击 对我觉得徐晓星在这个角色里面 就是一个欺骗大众的骗子 我觉得这个东西策略上面已经定好了 她的妈妈就是要她护女儿 然后不惜欺骗这个林佳 就说我本来骗你说 我们两个都拼无罪 然后可是她事实上的底线是 刘相杰无罪 可是林宇伦是缓刑 照这个计策定下去之后 她就把录音带交给了徐晓星对外公布 徐晓星你作为一个民意代表 你这个事情很简单 你这个事情只有两个人在讲话 这种录音带不是你大姑葬有 就是你大姑有 那你妈妈的态度就是倾向要保你大姑 那你保你大姑的情况之下 我有一个媳妇叫做徐晓星 然后我就把录音带剪一剪 叫徐晓星对外公布 我大姑是受害人 那请问一下 你知道徐晓星这种说法 这个录音党的授权的部分 是不是完全都有利于她大姑 那就跟她妈妈的态度是一样的 那一定是婆婆叫她公布的 或是她愿意帮婆婆公布这一段 帮大姑的 所以这个家感情好不好 徐晓星跟这个家感情是蛮好的 她愿意去公布那种片段剪得碎碎的 然后出来欺骗大众 以她立法委员的这个地位跟身份跟形象 出来欺骗大家说她大姑是受害者 那这委员不是在帮她婆婆跟她大姑吗 所以说你说这个东西你没有 你之前也许大骗案 婚后不熟 婚后就没来往了 你又没来往 你就骗谁呢 然后你说你现在主要有事的人 就会离婚 依照你帮你大姑跟你婆婆 这种不惜欺骗大众 毁坏自己形象的情况 你会跟她离婚 你会跟她这个切断关系吗 我不相信 那我觉得说作为一个民意代表 你帮亲人能够做到这种地步 我觉得你也很夸张 就是整件事情 你通通在用片段的资讯 用你这个所谓战神 什么战狼 扛着立伟的职务 对 女战神立伟的这个身份 不惜对外透露一些 这个片段的讯息 欺骗大家 她家很无辜怎么样 错的都是林雨伦跟她估障的事情 我觉得难怪会这个林雨伦的老婆 会看不下去 我就很 你要对我不仁 我就对你不义 我全部就把你爆料 这才是全部的事实 我问你 徐晓芯 你这种片段的 截入这种资讯 对外公众的公布这种不实的 或是不完整的讯息 你对得起你的选民吗 你对得起自己立法委员的身份吗 你太离谱了 会不会 真的太夸张了 如果说依照你过去 这种爆料 然后建这种方式 其实就完全符合你这种风格 所以大家检视你过去爆料的事情 其实也都是片段的 都不是事实真相完全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徐晓芯 你最好 就要给我闭嘴 或是你要公布 你就公布全部 否则你就是在帮婆婆 还有姑姑为事 那你为事没有事吗 为事你欺骗大家说你没有事吗 大家选民正选却选民 还要选他吗 所以说我觉得说 做一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竟然这样子欺骗选民 那百分之百就骗子啊 虽然没有法律 也许没有法律责任 但绝对有道德责任嘛 来 范老师怎么观察 大家都在讲说 好像徐晓芯一直想 一开始想要切割这个事情 我现在越看越怪 我觉得徐晓芯好像不是在 想切割这个事情 他反而是想在利用这个事情 带风向吗 去带风向去炒网路的声量 所以这个录音是谁拿出来的 我觉得很奇怪 然后这个徐晓芯说 是由大姑的友人 他大姑像也被鸡压 他大姑友人 为什么要释放这些录音带 我就觉得很奇怪 今天这个司法案件 我们就让他安安静静地度过 不要增加更多的风波 可是为什么就有 大姑有人放录音带出来 然后就有录音带给了金周刊 就完全跟我们一般的想象 是觉得很奇怪 周刊的报导是说 因为这个刘相杰 跟他的老公杜炳成 这个感情不好又吵架 然后甚至一些语言的暴力 所以刘相杰就把他录下来 那录下来之后 今年3月他离家出走 去住到林渝伦家 那住到林渝伦家 他就把这录音档 交给了林渝伦保管了 那我就不晓得这个逻辑在哪里 对 因为他两个就收押进去了 我跟我先生的吵架 我要录音 然后交给一个 另外一个男性友人 这有没有奇怪 还有就是 这个刘妈妈似乎跟 这个林渝伦的老婆 关系很密切 我也觉得很奇怪 刘妈妈你对跟你自己 女儿的高中的 同学的老婆 这隔了好多层 一般我连我女儿 如果连我小孩子的同学 我都搞不太清楚 怎么会把小孩 我自己女儿的 高中是已经 二三十年前的 同学的太太 关系都有 这已经隔了好多层 他们关系 而且我觉得很奇怪是 到底林渝伦跟刘妈妈 他们是什么 母子关系吗 你为什么要帮林渝伦 付律师钱 而且你看 刘妈妈跟这个 这个林渝伦太太 但是林渝伦太太 他还说 我们等到刘相杰 出来之后 劝他赶快离婚 表现什么 他们夫妻关系 已经破裂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为什么会 今天有这么多地出来 就是彼此互相猜忌 你自己的女儿拼无罪 你对林渝伦 只是要拼缓刑 缓刑还是有罪的 只是缓刑而已 那最初为什么说 林渝伦太太会觉得说 你在利用我先生 你把我先生 你只让我先生叛缓刑 那你有帮助 你的这个女儿 变成无罪 那变成说 你这个诈骗集团 彼此之间也是 有很大的矛盾 所以我觉得 现在彼此之间 这矛盾越来越深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事情 被抖出来 徐晓鑫现在 深陷诈骗集团的遗云 那前两天 他晒出童年照 就说反击侧意 他就说 不会因为任何人的造谣 而改变 那他也说 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 那隔天呢 他又说了 他说杀不死我的 只会让我更强 浴火凤凰 就是投入火中心生 成为更美丽 永生的凤凰 来请教Rig 这个徐晓鑫 真的会成为浴火凤凰吗 还是有可能 被诈骗集团给烤焦 那么事实上呢 徐晓鑫的事情 如果他没有涉及 这个所谓的诈骗集团 或者家族人卷入 他没有卷入 不就一天两天的新闻 就没有了吗 他自己不断的出来 讲一堆讲一堆 然后要讲又不讲清楚 每次都不说清楚 所以到后来呢 那么又讲得 讲得太过武断 斩钉截铁 最后被人发现 不是你讲的那样嘛 所以呢 徐晓鑫 三公四老鬼 然后最后的结果 大家就会疑惑 你不是说你小时候很穷吗 早餐店女儿吗 那为什么你又说什么 一天赚两万 很多人 尤其是女性 想去买个包 这我可以理解 这不都不讲无所谓啊 但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都没有讲清楚啊 一下说 早餐店一天两万 最后人家觉得一天两万 可是你们 到底有没有申报所得税 结果后来说 不是啊 是过年一天两万啦 就一年就那一天啦 都你说的 有的都你说的 我跟你说 所有一切 比如最近在讲的 徐晓鑫 那个名牌包 也是天大的笑话 人家去找出你大事的时候 有一个LV的 那个相关的这个 名牌包嘛 对不对 那个名牌包 事实上大概十几年前 很流行啦 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 会这样的胆白的嘛 所以徐晓鑫才出来讲说 那个是人家的 他妈妈二手包 然后送给他 也要变成三手包 这也无所谓 但是你又特别去拿了一个 出来说已经破破烂烂 还有点味道 问题来了 你拿出来的 又不是人家拍到的那一个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老是在做这个事 如果你拿出来 是本来人家照片中的那一个 那你就算了嘛 那你又在做这种事情 会让人家觉得奇怪嘛 那你说三个人睡一瓶 台湾人甘苦的时候 我讲坦白的 台湾人甘苦的时候 很多人在小时候 日子都过得不好 然后都要挤在一起啊 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啊 对不对 很多人都是从那么甘苦 慢慢慢慢小康 那有些人运气好 然后呢 或者是自己本身 打得死去 他们有钱人 住豪宅 开房车 开洋车 那没有问题 没有关系的 那人的命啊 对 所有的一切不就从 徐晓鑫手上那个劳力士撰表 为什么会有那个撰表 没有申报开始的吗 对 那他都讲说是 他老公送他五年的 这个结婚的这个纪念日 OK的 我们现在不是管你这个 结婚结婚纪念日 我问你是为什么不财产申报呢 你只要回答我 有没有财产申报 价值多少钱 这样就好了 他从头到尾 请问你他有没有说 他为什么不财产申报 没有啊 然后呢 蓝营这些彻翼 这些打手 然后接下来讲 哇 赖清德也有 吴思雅谁是谁 讲一大堆嘛 就是这样 他就要喷墨汁 就打 大家都一样 大家都一样 烂尼巴弄一弄 大家都一样这样子 他意思是这样嘛 事实上 包括今天不是 这个两天 那个市长妈把他加了 跟以前这样 全部服务处的那个 室内图弄出来说 还有地下室 可能还有二楼嘛 individualism今天就出来讲了 地下室都是放一些 什么早餐店的东西 肮肮臥肠的时候 根本没有办法 你做一次 废话请测 不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吗 你没有发现 许小青在讲 什么事情的时候 都没有一次废话请测 都像个挤牙膏一样 所以最后的结果 人家问到什么 原来还有一串牙膏 就跟这个录音档一样 1分41秒 被你减成了32秒 是 一切所有的一切 不都是你自己搞的吗 还有我问你 如果像他讲的一样说 浴火凤凰只会让我们更强大 你看他今天那个样子 今天样子是浴火凤凰的样子吗 我们看到了 因为徐晓静这个态度 之前跟现在差别很大 因为在爆出事情之后 被人家说他满身的都是精品 老实说如果有钱去买这些精品 都不是问题 但是因为他又特别去上节目 带了一个LV包 就说这是转送 再转送的三手包 还说这个内里都已经烂了 都已经有这个掉屑屑了 结果就被发现 那个包跟20年是不一样 所以吴震怎么观察 其实徐晓静之前的态度 跟现在还包括今天的记者会 特别还拿着手机 然后照稿念 是不是显得理亏了 但是又要营造那种受害者形象 徐晓静当然是现在在营造受害者形象 应该说徐晓静一直是一个很会了解 在什么时候场合要摆出什么样的姿态 简单讲更直接一点讲 是什么时候可能是需要用演的 来去博取社会大众的目光 甚至是同情 因为你看他过去以来一直这样 包含说他其实每一次在选举的时候 大概都会有 要去特别是展现他的眼泪来示弱的时候 第2018年选市议员的时候 那时候跟国民党 现在也是立委王宏威 有一些选区划分上冲突 那时候也哭 这个老鸟打压新人 那后来这个在去年 跟这个废宏泰立委初选的时候 对不对 那时候他也在市场说突然 没有人碰到突然就跌倒了 不要推不要推 对那时候也觉得大家也觉得说 这个太假了吧 那最近这一次是涉入诈骗 不是就看到傅昆奇 那本来上一秒还好好的 在跟记者在访问在聊天 不好意思我们行程要到车道 走了 一出去看到傅昆奇就 我真的没有 对那大家就看了出来说 他这种伸缩自如的功力 所以太慰言了吧 对所以他今天去你说 像这样子讲话很慢 然后气很弱 这个真的这个 跟我们也不能连结上 那是不是真的 现在觉得心虚 我觉得可能其实也不一定 可能是展现出来一种 想要视若来博取社会同意 昨天更夸张 三手包都出来了 对 二手包还不够 还要三手 对那为什么 为什么会打上这样一个问号 我想这也是 现在大家对薛小卿 很大一个疑问 就是说这个人的人设 好像像有点破产 或者说他本来想要呈现说 我是一个街壁 一个很犀利 有什么话就讲什么的人 这个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但我们刚刚 前面讨论那么久 你的说法在这一次 这过去两三礼拜 一变再变 从不管是跟大姑的关系 跟婆婆的关系 贷款的事情 到现在刚刚讲 包含你家的身世 身世每个人 大家自己家庭背景 我们一定都尊重 可是你在这过程中 一直变来变去 话说不清楚 对不对 刚刚讲到这个精品包 那因为网路上有人贴说 因为薛小卿说 这个他以前 家里真的很辛苦 一瓶 这个一瓶的房间 要睡三个人 如何如何 家里真的是辛苦过来的 那网路上就有网友 可能是他大学同学 贴出照片 说不对 你大学的时候 对不对 也是求学时期 那时候就背LV包来上课 因为一般我们大学生 其实出手不会这么扩充 如果有人上课是带LV包 其实会蛮醒目 蛮闲一点 这很高调的 对 拜托我大学的时候 这个同学 要是有一个人买三四千的包 我们那种后背包 我们觉得说 这个还不错了 那不要讲LV包 对不对 一个不知道多少万的 那带来那时候 人家就好 这照片就想到说 对他那时候就是有背LV包 结果薛小卿前天 开记者会出来说 没有啦 这个都用到 边边都脱屑了 这个里面其实转三手了 说谁家没有几个比较好的包 好的包就是可以用很久 第一个事情说 不要我要先讲 我真的人生中 没有用过这么好的包 这个部分事情是说 人家说怎么会 那个大家质疑的是 你上面有没有 这个是经典款的 花纹款的嘛 怎么会这边变成一个棋盘款的 花纹都不见了 对不一样 又不是夕阳棋 其实走出去就剩棋盘 怎么回事呢 对不对 那就跟之前那个 穿LV洋装一样嘛 那时候大家质疑说 你这个身上 是不是一件洋装十万 第二天穿个UNIQLO出来说 没有我身上是UNIQLO 当然不是啊 你就穿一件不一样的 那一样嘛 你拿这一个棋盘的LV包出来说 这是用了很旧的 可是当时大家质疑的是这一款啊 所以牛头不对 马嘴乱接一通嘛 对不对 那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是不是还是想要把这件事情 敷衍去把它混过去呢 那为什么另外一件事情 是为什么我说 我觉得薛晓鑫现在并没 并不是真的气弱或怎么样 因为他同时一方面 这个追杀人还是很猛啊 前两天不是他说这个国发会找到了 网路上有人在骂我 IP居然是国发会的 是不是政府机关 民进党现在进行网军来攻击我 都是1450操作在打我 那后来国发会去查嘛 这个IP一查出来 在这个彰化社头相公所 那现在薛晓鑫就说 好 射头相公所也不可以啊 因为现在射头相公所 他们自己赶快很紧张 被薛晓鑫点名了 内部调查 说啊 这个电脑可能 是在一个三公所的图书馆 图书馆有电脑免费让人上网 所以不是员工 那薛晓鑫就说 网军冲到图书馆不用管一下吗 太夸张了吧 什么网军冲到图书馆 这种说法也讲得出来 他今天说网军冲到图书馆来攻击他 那我有问就是 薛晓鑫有什么证据 他怎么这么断定这个人就是网军 网军是有定义的吗 不是我在网路上发表一些意见 就叫网军嘛 网军对起码 他以为是真的有个军队 然后派去图书馆 网军对起码要有领薪水 背后有人指使这个叫网军嘛 那你怎么知道搞不好是一个民众 他去过去他就是看不喜欢你 看不爽你 然后他上去骂你啊 那现在张化这个社头相公所 被逼到说 我们去调监视器 已经掌握了这个人是谁了 他不是我们的员工 真的哦 那我就要问你去 这个人假设他是一般民众 他其实就是到图书馆的电脑上网 去评论 不行吗 整次评论是个人看法 不行吗 现在是哇 这个就想到国民党 以后在立法院推这个国会调查 任何人 你在一台电脑上面 骂了国民党立委 把你抓出来 肉搜收到底 监视器调出来 可是这个民众 现在犯了哪一条法律我不知道 现在我们有一条法律是 民众不可以在网路上 对政治人物有所评论吗 所以你看一方面 一方面在记者会出来的时候 念稿这样气很弱 可是一方面去追查这些 他觉得来打他的人 要报复回去 力道这个手完全没有软 所以你说这个是一个 发自内心的态度吗 我觉得更像是呈现 刻意呈现出来 要来博取大众的同情 对的确 洁明哥怎么观察 这个徐晓晶当然权力去营造 看起来自己现在是这个受害者 可是另一方面 却不准任何人去批评他吗 现在大家都怀疑 我们去就算一个图书馆 然后去上网 然后就不能够批评 国民党立委吗 我先回应这个所谓的 涉头这件事件 下面网友刷一排 我听给大家听 言论自由是死了吗 一个网友跟职业说句话 你凭什么查人家个资 你立委很大是不是 我们在网路上发表讯息 你查我个资 哇了不起 还有另外一件事 你不能被批评 但是你可以骂蔡英文 双标 然后另外一个讲一句话说 内容很精彩啊 不过就是拿你之前说的话 来批评你自己也说的话 我觉得这件事情 徐晓晶现在状况是怎样 他现在每天在盯大家 在讲他什么 然后他只要盯到 比如说前阵子 为什么他要说 他现在要讲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了 事实上上次台北市选举的时候 他参加董事长开讲的时候 他就讲过一次了 他就讲过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 那主要原因是 他启动他自己是密欢 因为最近呢 发现到有一段时间 他三天没出来嘛 所以网路就说 不是哦 你不是密欢哦 你是树挞哦 所以他立刻证明件 我不是树挞 我是密欢 所以他把这就拿出来了 他的目的是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呢 他当时在选举的时候 说他什么 我是这个早餐店的女孩啊 很辛苦啊 为了一块铜板而生存 结果同学就po出来 没有哦 你大学在那个年代 你就有一个LV包哦 他说你这个LV包 市价是不便宜的 所以这个讲到说 他就很尴尬了 因为这跟他选举的口号不一样 他第一次选议员的时候 他说他是这个 早餐店的女孩 很辛苦啊 早餐店的女孩 你为什么大学就有包了呢 所以这个人设又出问题 那马上要赶快 拿个包来做解释 现在许小新 他某种程度 是两种层面的人 一种层面的人呢 他永远改不了 及时反击 他的个性就是要及时反击 但是另外一部分呢 他越反击呢 越选他心虚 所以越心虚 越要反击 所以如果今天有任何人 去攻击他的时候 他一定要说 这就是民进党网军 他试图唤起 现在在松山西 还在选他那些人 对他的认识 他想把任何批评他的 攻击他 都认为是绿营网军 这不就是国民党 常做的事情吗 国民党还有包虚小新 等等这些人 他们最爱做的事情 就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1450 就没想到他是1450万 他的婆婆住的是 这个带款是1450 但是明显事情 他开始希望 能够从政治操作 来隐藏 那100万到底是哪里 其实我们讲 这么多的癥结 其实最大的问题 就是那100万 那虽然没有错 刘邦云说 这个富邦银行 已经说了 这个贷款支有问题 但我们大家都质疑 所以他这些质疑 他说不过去的 而且现在这个状况 是非常严重的 如果他真的涉及 去跟银行官说 有关利息的部分 处理利息来讲的话 其实对于他是一个 立法委员这个位置来说 是遭受质疑的 所以某种程度 他已经感受到 也许他的选民 认为他的声量很高 但声望已经下跌 甚至有人说一句话说 他现在仇恨值已经飙高 让原本支持他 已经支持不下了 所以他就做了这些动作 那我们知道 为什么要拿这个 幼儿时代相片 其实有两个原因 第一 他还是要显示 他小时候是很辛苦 很清纯 但是第二件什么事情呢 既然辛苦也有钢琴 对啊 所以他越放东西 他又说是二手的 他家永远有二手 他专门收二手 我不太懂 他怎么对二手 就算二手钢琴也不错啊 那可不可以也有二手的 给我钢琴 对 我们连二手都没有 为什么没有 送我二手的LV的衣服 对 所以这些事情 他只是一种说法 他的说法是很简单 只要他没有办法凹的东西 他就会用这种什么二手啦 我跟妈妈互换包 这种话来搪射过去 但是问题来了 这就他的策略 他的策略除了把所有事情 都转成是1450干 绿营干了之外 另外一部分就要淡化 他再次这个诈骗里面 他扮演的角色 我要说一句 这才是大家 因为他只要 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 都在开始讨论 这个律师的问题啦 他的名牌包包问题啦 还有他幼儿时候的照片啦 然后要唤醒这个 当时松山系 支持他的初心啊 这些懂懂的内容 还有一件事情 要提 就是要帮我们原资这些人 支持他的这些蓝尾啊 或者蓝色的 这些政论评论者 要帮他们说 你们继续讲没关系 我让你们继续讲 但是你们千万不要讲到 我不对的地方 那我会反扑 所以我说徐晓芸这个人 我觉得将军讲的 还有道理 他说呢 他哪里有没有打 傅昆琪也打过 朱立伦也打过 马英九也打过 费洪泰也打过 黄月衰也打过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不止如此 赖清德也打 蔡英文也打 反正只要有人 跟他这个 有过不去 通通打 这都在反扑啦 反扑甚至 这一次有一个 知名的国民党立委 曾经是跟他同个选区的 但后来到我们中间 去选那一位 他也去查社头的事情 就用解读啊 你们以前不是 他也被互相攻击 比如王鸿威嘛 但有人说一句话 有一些人 可能想法不一样 有些人想一句话说 既然王鸿威 你以前都对付我 我干脆先把你护起来 帮你妈护护护高的时候 如果今天警调出来 这两次的50万 是有问题的话 徐晓星就一声垮掉 是 因为徐晓星 这些非常多的争议 他自己都说明不清楚 但现在完全推给了 所谓的绿营的侧翼 所以他就说 用公务人员的电脑 当网军 发起这些攻击 是合理的吗 10片里面有9片在攻击我 而且都是人身攻击 那也包括谢克洋 就是谢龙介他的侄子 就说在PTT上面 批徐晓星的贴文 账号就是来自国发会 后来张化的摄头相公主 就发表澄清 就说这是民众借用电脑 所以于徐晓星 现在徐晓星在营造什么 这些的批评 都是绿营网军 然后唤起他的知识 对他的支持 徐晓星现在是一个声量包 绿的或者是对徐晓星 不满的毛起来打 蓝的或是类似蓝的 或是不蓝不绿的人 就是毛起来蹭 这人不都在蹭吗 关他什么事 什么时候关那个什么 指指也有事了 对不对 你来蹭了干什么 大家都在蹭 为什么 声量包啊 不蹭白不蹭 不打白不打 都打 所以徐晓星现在讲不清楚了 他现在已经有如在演 蓝色蜘蛛网 知道吗 每天晚上都有报 每天晚上都有料 这到底是命运的纠葛 还是亲情的连结 总而言之 这就是什么 放不下自身的诠释 就这么简单 变蓝色蜘蛛网了 你知道吗 多精彩啊 别人连续继续 收视率就变低了 你知道吗 都过来看了 今天有什么料 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到底那是他的谁 是姐姐 还是姐夫 还是姐夫的谁 还是他姐姐本身 对于这个交友不慎 那姐姐跑到闺蜜的家 去跟他过夜 跑到同学的家 去渡难关 这太精彩了 你知道吗 对 然后许晓芯自己也不断的报 从未有LV LV是旧的 旧的跟照片的 像子又文图不合 然后里面还会脱皮 然后脱皮之后 这是三首的 他不断的在报 所以说许晓芯有想让他灭火 没有啊 所以他讲说 我告诉你 打不死我的 我是浴血凤 我是浴火凤凰啊 我会更坚强 我告诉你 什么叫浴火凤凰 不畏艰难 坚定信念 提升自己的执着 这是密欢吗 这不是密欢啊 密欢不叫浴血凤凰 密欢叫龙子里的斗鸡啊 我告诉你 斗鸡是死缠烂打 虎脚蛮缠 鱼石网破 玉石俱焚 这是斗鸡啊 到底他是斗鸡还是凤凰 都是两只腿 一个翅膀 我觉得想到 他应该叫 新的新蓝色蜘蛛王 新蓝色蜘蛛王 新的 太精彩了 对 所有包含蓝的 我说蓝银的这些人 看来在护他 我觉得不是护他 是把你捧高高 如果最后有什么状况 梯子抽掉 接打环形 这样 这就刚刚我们最近 看了一部片 周处除山害嘛 不是一样吗 你平常蓝的也打 绿的也打 我讲蓝银的高层 他没打过 上重朱立伦 有没有打 打啊 对不对 当年侯友宜在讲 呵呵做事 对不对 他有没有打 岁月静好 他有没有讲 他晋升吗 他哪会晋升啊 他都有批评啊 蓝银也在看热闹了 看他最后会得到什么下场 上重绿营的民进党高层 从蔡英文 从赖清德 他有放过吗 有没有 对不对 吓到跟同区竞争的 这个王洪威 他有对他亲过吗 到这个所谓的 这个废红泰 这个叫做什么 泰旧换新 他没有打过吗 他没有人没打过的 无意不语啊 无意不语啦 连最近横挺他的叶元支 他现在都有维持啦 我言之下 我还要跟他解释一下 所以我讲 秘欢的个性 就是不分敌我 挡我则死 这就是秘欢啊 怎么会有朋友 没有朋友啦 所以我说徐老师 现在想的方式又怎么样 你知道 反正没有关系 你们咬我 我就鱼死网破 我上不去 至少把你们全部都扯下来 大家想想看 到底是对手紧张 还是队友紧张 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 最近被质疑 包括 金华城 放宽容金 以及北市科 招商有 图利财团的嫌疑 现在因为 发现越来越多 就是会议记录 也造假吗 因为北市科的 这个案子 当时被访查了 潜在投资厂商 元大人寿 特别发声明说 他们根本 没有跟北市府 谈北市科的 这个案子 所以会议记录 有造假的可能吗 现在还包括会议主持人 当时的这个 台北市的 副秘书长林玉宏 也没有签名 这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没有人敢去背书吗 那么包括民众党在内 包括科文哲在内 都说 那么北市科 还有这个金华城 还有这个相关的 这个好多的案子呢 好像台资光都没有问题 一切都没有问题 还叫大家可以不要打 那可是问题是 那么这些 这些相关我们讲的 这几个案子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他不合情理 他不合常理 也不合情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从头到尾 你都没有告诉我们 为什么台北市政府 科文哲的台北市政府 对T16跟T17 T18 待遇完全不一样 你为什么对人家那么苛 要求人家的权力金那么高 然后呢 还要这个相关的 这个权力计划书 你要让人家写 后面的不用 就不懂啊 你找来很多家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你也没有说为什么 因为其他家都有关于什么 三块分开招标 人家几家都 没有赞成 可是为什么 民国109年11月11号的时候 新光人寿保险公司 对公开招标 他认为可以把它给拆开 有 然后呢 产业发展的这个等会免投资计划 有 他认为应该不要有这个东西啊 隔天109年11月12号 你台北市就照他讲的做 你要以遭公信 让我们觉得 让市民也好 要圈锅 拉北市觉得 你讲的是合情合理的嘛 对 为什么别人 别的财团 别的公司 那么你都不听 你只听他的 对 我告诉你啦 今天包括金华城召开 这个相关的这个记者会啦 也包括 这个目前为止 新光人寿好像没有特别的 大阵仗的这个 新光人寿还没有声明 还没有声明嘛 对 我告诉你 对于新光人寿跟金华城这个业者 我可以体会 为什么 在商业商啊 我当然想要多赚一点钱嘛 少花一点钱出去 多捞一点钱进来 这合理的 在业者 不然做生意人 就是为了要探级嘛 重点是 我对生意人 对商人 我不会有太多的指责跟苛求 但问题是 那你台北市政府 为什么对他那么好 为什么对财团那么好 而且对好像 对特别的几个财团那么好 你看他对云大就没有那么好啊 对不对 他对云大没有那么好的嘛 那重点来了 因为他在这个所谓的T16 T17 T18 他在说这个的时候 他说他们找了十几家的业者嘛 问你有意愿吗 对 然后像黄珊珊他讲了说 本来有几家 六家 这个有六家 那个有九家 最后就只有一家来投标嘛 说得很偉口 那我就不懂 元大否认 重点在元大否认这件事 元大否认 那为什么里面会有元大的相关的东西啊 有没有人伪造文数 有没有人造假 你知道吗 那行说好像元大也有来 让人感觉是这样嘛 元大说我是去内湖的那一块 对 元大就搞了半天 元大是另外一件事 不是这个事 所以元大老行仔仔说 不好意思喔 我们元大没有参加这个所谓的北市科 这些这三个标案 我们没有 那元大没有为什么他会出现 出现在这个秘密里面 那是谁造假 一定有人造假一定有人说谎嘛 对 只是哪一边说谎哪一边造假到底怎么回事嘛 是百屋龙还是故意要造假 这不是开玩笑 这个因为牵扯到法律问题啊 对 这牵扯到法律问题 所以一定要说清楚讲明 把他查清楚啊 对 所以这些东西不是说 我做我柯文哲对不对 说了算 这个经过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完全都进了去考验 我一直讲嘛 柯文哲一直讲说 在他主政之下没有贪污嘛 贪污的人那么多 所以呢事实上呢 完全 其实北市科的事情跟金华城 在选前已经讲了很多次 但是都被轻描淡写的这样的一笔带过 现在连现任的中央国民党的 这个蒋万安市长上任了以后 我觉得可以欠这个机会 清清楚楚的告诉整个台北市民 到底这个案子里面 有没有其他不法的事情 是的 的确 吴珍你们怎么观察 因为现在包括就说 连国民党议员游淑慧都说 你这个很奇怪嘛 柯市府呢 不敢采用新售的建议 才找元大当人头 那当然这位林宇宏呢 他现在不发表意见 那再来就说北市科的部分 简出位说 你这个自己亲自盖章的 又压日期 但是现在陈志涵 就是前这个 是个柯市府的发言人就说 这个柯市府的三大很清楚 是蓝绿议员在舆论操作 真的是这样子吗 那是操作什么 但问题也在于 他们这几个案子 到底是不是能够经得起考验 当中有多少不合理的东西 这不会是舆论操作 很简单 要操作要有所本 所谓无风不起让 今天如果陈志涵 跟柯文哲可以把事情交代清楚 你如果真的提得出合理的证据 一句话把我们嘴巴都堵死 那就没有什么好操作了 问题是你交代不清楚嘛 现在我来我手上呈现这一份 这是简出位议员调出来 在我们看到是 2021年的7月12号 在这一份市长的专签里面呢 拟定了几个重点 包含要把T16 17 18 三块的地基分开来处理 包含要把T17 18 所谓的底价下修 这很奇怪 因为北市科这个地方 园区的土地 事实上过去几年市值不断的上涨 你在前两次招标的时候 你的底价也是往上 那最后突然下挫 所以变成说 明明我们市府手上有了这一块地 它的市场价格是上升的 但最后你竟然把它下修 把它打折建价租出去 为什么呢 你至少要比到T16嘛 对啊 金人宝的 它的这个权利金就这么高 然后T16投资要有土管 一定要做健康物联的相关产业 T17 18不用 T16金人宝要交投资企划书 T17 18不用 这些事情到现在为止 柯文哲都交代不清楚 陈志然更讲不清楚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一个 在这个最后定调的专签里面 最后是压了柯文哲的章嘛 对不对 柯文甚至有日期2021年 7月21号 这边是清清楚楚 所以换句话说 柯文哲要为整个北市科的决策 负最后的责任 柯文哲跟陈志然 现在都不敢针对那个细节 关键的回答嘛 对 都没有回应嘛 没错 他们一直没有直接回应 他都讲一个很笼统的概念 而且还去扯什么BOT 这从头到尾都不是BOT 你讲BOT干什么 还被讲完打脸 那现在我们今天再提一个问题 是说当时 现在柯市府 当时提出来洋洋傻傻说 哇我们T16 17 18 拜访潜在投资人有这么多记录 有这么多记录 所以这个什么基地分开处理 底价下修 这些都是厂商的意见 我们照样办理而已 因为不知道厂商意见调整 怎么会有人来投标呢 那问题说 你看这边列得很清楚 有没有 分开招标 免投资计划 权力经下修 那我们看 柯市府告诉我们 是厂商的意见 来这边很多 他们有拜访 中华工程 原力建设 统一工商 他们有希望 T16 17 18 分开招标吗 没有 没有 没有嘛 对不对 其他家 香港商 优比快 科技公司 有说要分开招标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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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家都说没有嘛 那哪些有说有 来 109年 2020年 10月11号 星光人寿 说希望分开招标 希望免投资计划 然后2021年2月的时候 星光人寿再提一次 还是希望分开招标 然后说希望 这个权力经抵价下修 所以都依了星光人寿的意 对 所以我们最后看出来 最后柯文哲在 这个这一份 2021年7月12月 7月12号的钻签 最后修改方案 就完全百分之百 是星光人寿要求的嘛 那在这里面 就讲到关键的元大了 因为元大 你看在这一次 2020年10月16号 有一次元大的拜访记录嘛 在这个记录上里面说 哦 元大也希望分开招标哦 元大也说 希望免投资计划哦 那在这一次拜访里面 甚至还有所谓的会议记录嘛 对不对 那问题现在最大一个疑点 大家发现了吗 刚刚这么多厂商里面 有按照柯前师傅的说法 只有元大跟星光两家 希望要分开招标嘛 希望免投资计划输嘛 对不对 但问题是说 元大现在出来打脸了 出来否认 元大一家上市的公司 发重大声明 说从未有救 这个北投士林科技园区 T1718地上权的案子 跟柯文哲师傅有过任何接触 也没有跟柯文哲有过任何接触 元大彻底打脸这场会议嘛 天哪 那那份会议记录是造假吗 对 第一个是说 那这个会议记录怎么来的 是你 逼迫元大来签一下名 帮你凑个数吗 如果是凑个数 为什么要凑数 因为关键在这嘛 因为如果没有这场 我们把元大这场会议拿掉 假设这场会议没有效力 不存在 或随便凑数的 那是不是就很明显了 从头到尾 你就是配合星光人寿的要求 来办事嘛 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嘛 到底你到底当时 有没有来跟元大 做所谓的潜在投资人拜访 元大有真的跟你提这些要求吗 如果都没有 只是被你师傅拉来凑个数 如果这个会议记录不实的话 那真相就很清楚 那有那种可能吗 就是北市府那时候 柯市府就说 那元大因为有在内湖 所以我们就把他挪过来 把他制造成 他也是一个 现在大家提的就是这个问题 说四点的时候 北市府要跟元大谈内湖的案子 那是不是两点 因为上一场的会议记录两点 是不是在这另外一场 说来拜托签一下 签一下 会不会这样嘛 因为现在这个变成一个罗生门 大家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柯前市府的说法 跟元大百分百冲突 一定有一个人在说谎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 如果元大这场是不存在的 那一切真相大白 你从头到尾都按着 星光人寿的要求在办事情 那现在我必须说 元大看起来的说法 好像比较有道理 因为元大后来 根本没有去投标 他根本没有投标 那就不干他的事情 他不干他的事 他如果根本没有投标 他干嘛来要求你 来修改相关的规定 反倒是有投标 有得标的星光人寿 他自此自终就要求你 把基地分开处理 不要投资计划书 全力已经下修 而最后 柯文哲也如实照办了 所以先答案的问题就是 到底你们跟柯文哲 跟星光之间有什么样的往来 是不是因为 吴欣迎到民众党 当部分区立委 然后你想要借这个机会 跟星光人寿彻底打好关系 彻底成为一个联合作战阵线 所以你在北市科 这个科技园区 放宽了这么多条件 就是为了给星光人寿一个方便 是 明峰姐怎么观察 现在看起来 从会议记录当中 看起来是抓包 抓到证据 有可能是真的是 制造了一些 对于星光人寿有利的 所以拉这个元大进来 来当一个垫背 当背书的 对啊 就是说你在这个元大 跟这个柯市府的 这个情况之下 我相信元大的这个说法 元大没有必要去否认说 他如果真的 有意要投标的时候 他没有必要去否认说 我没有这样子 因为他的确也是 投了内斧的这个一块地 但是也是没有给他 是给了伪创嘛 所以我告诉你元大 是以下对于柯市府真的 我说实在真的 然后说什么一个实习生 什么那个记者 那个其实是焦家的人 那只是说焦家跟马家 有一个联姻 那事实上那个实习生 他根本不用透过元大的关系 进入市政府 他透过焦家的关系 他就可以进入市政府 当实习生了 所以说据我了解 元大最近事情 是非常的不高兴 这样喔 对 他觉得 他就直接了当地告诉我 市府的那个公文 就是伪造的 元大人就 也还是算蛮高层的一个朋友 他就跟我讲说 比凤姐 我们交了那么久了 不用讲 那就是伪造 那就是市政府伪造的 元大这样跟你讲喔 对啊 所以我就问说 你们这样 就是被讲成这样说 我们已经发声明了 而且我告诉 我可以附带告诉你 我们只是没有写在声明稿 那一份就是伪造的 那你 我告诉你是 柯市府这三个案子里面 哪一件事情 不是自己干的 然后推给别人呢 那这样也代表元大很不爽了 元大是蛮不爽的 对柯市府很不爽 是蛮不爽 而且元大 我说实在 元大高层 对于柯 柯这个人呢 我觉得他全新也不是很喜欢啦 嗯 他们早期对 早期有一些政党的背景嘛 那后来这个经过一些事情之后 他们真的是比较喜欢 这个所谓 跟我们比较友好的朋友 嗯 那对于柯文哲 他们觉得他也是一个不信任的人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 这个当这个 这个人直接了当跟我讲说 这个柯市府的 呃这个记录就是伪造的时候 嗯 你觉得元大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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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样去骗 元大会觉得平白被你磕 也利用了 就是被你玩弄了嘛 玩弄了 对不对 被你把他抓进那个局里面 黄国昌流量是不是最大 民主党现在他流量最大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 我刚刚讲的三答案 黄国昌的脸书 多么胖 对 你有没有发现吗 有人讲说 哎那个时候那是台北市政府的事啊 那时候黄国昌又还没有加入 是因为这样吗 还是因为黄国昌知道 我何必在这个时候去碰这些东西呢 那就是黄国昌流量最大